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曹操禀报 魏王 张将军 丁军山已丢失夏侯苑将军被黄庄刀劈身亡 张将军 张将军 故要亲同大军为夏侯将军报仇 诸位将军 曹操亲领二十万大军前来为夏侯苑报仇 现张河在米苍山搬运粮草移到汗水北山脚下 若有人深入其境烧其粮草夺其资重 则曹操之锐气必然受挫 我愿当死人 皇将军 皇将军久战劳苦 我去 我不觉得劳苦 还是我去 还是我去吧 二位将军不必相争 可同去 看谁力投功 此次夺粮草非小可之事 皇将军有何良策 带我先去 再看如何 还是我先去吧 不 我先去 我先去 我是主将 你是副将 为何争先呢 你我都同样为主公效力 何必计较 我二人粘揪 粘着的先去 如何 不 那我先去 这 好好好 粘旧就粘旧 好 好 黄将军请先念 粘着有十字者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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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粘他 怎样 本来就跟老夫先去 即使将军先去 我当相助 此去汗水北山不远 你我可约定时刻 好 以明日五十位县 如将军一时而还 我按兵不动 若将军过时而不还 我即隐军之应 好 就一将军 明日五十位县 好 将军 五十块到 是否发兵 再等片刻 我看你往哪里跑 我看你往哪里跑 赵将军 快点 黄老将军被困在重围之中万分危急 张将军 在 你坚守营寨 多射弓弩 不可轻易行动 是 上马 王军 王军老二 还不下马 受降 还不下马 杀 杀 杀 黄老将军 赵云来助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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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将军 黄老将军 是赵将军救赎了黄老将军 赵将军现在何处就张助将军了 老将军请帐内歇息 快 曹操大军追上来了 将军 闭上寨门 上敌楼防护 敞开寨门 我当年在当阳长板坡时 单枪匹马 视曹兵八十三万大军如同草芥 今有军有将 有何俱在 这 营中骑象放倒 筋骨不鸣 弓弩手听命 是 主公 可否杀进营去 虚而实至 实而须之 用兵之法矣 赵云以空凝视我 营内必有埋伏 如此小技 岂能瞒我 海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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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昨日若非子龙将军恐黄老将军难以生还 全营将士也难逃虎口 子龙一身都是胆 真可谓护威将军 军师颜值有礼 护威将军 主公 军师 曹操约帅大军从邪谷小路来取汗水 以令徐晃为先锋 王平为傅先锋前来决战 主公 曹操此来已无能为力了 快快 主公可令扎营西岸 如此量已有取汗水之计了 搬到那边去 曹操于北山施力后 率大军来取汗水 先锋徐晃不听傅先锋王平苦见 强令前军西渡汗水 背水为阵 终被蜀将黄中赵云击败 只得退回汗水东岸巨首 与蜀军隔水相聚 你来看 曹操退去汗水 与我隔水相望 若偷渡来袭 甚难防备 军师可有量测 量已有一计 可使曹操自东岸退走 子隆将军 在 今夜率五百兵士 多代古脚背足粮草 再次山下埋伏 三日内 见我低楼上灯亮三下 便鼓角齐鸣一番 但不要出战 是 主攻三日后便知 那时曹操 比后退数十里下寨 2 2 3 4 5 雷鼓 吶喊 巨蛋 巨蛋 衣军 主公 不见一人 属军并未迁来结证 传令全营进杖歇息 是 全营将士进杖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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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军队进来了 快起 快起 魏王 看来此乃是诸葛亮虚张声势之计 是故意闹得我军不得安宁 魏王 何不下令全营将士悉心安睡 在闻蜀军鼓脚声时 尽可置之不理 如此 放肆 你个内侍怎敢在此妄言军机 善用兵者 虚实真假本无定书 倘若十甲之中忽来一针 故岂不是束手带逼 是 还不退下 是 现在 号令全营合一而睡 是 怎么办 睡着了 别给我睁一只眼睛 军师 又该击鼓了吧 不忙 让曹操多睡一会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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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如此惊扰 三日之内曹操岂能不退 我若受此折腾 别说三日 两日就搬走了 来 主公 夜已深沉 请回帐歇息 好 我去歇息 军师也不要过于劳累 谢谢主公 军校 在 发令 是 快 快 人来了 快 快 传令全局 连夜八代启程 后撤三十里 是 诸葛亮用宜兵之计 迫使曹操 由汉水东岸后撤 随即 又派赵云 黄中渡过汉水 乘胜追击 曹操遇回南正 不料张飞魏妍 已承许攻取了南正 曹操 只得率领十几万人马 退往杨品关 并派许楚货运粮草 接应全军 助攻 粮草被张飞夺去 出此行 为了将领 犹如君威 罪改万死 中康 起来起来 胜败乃兵家常事 岂是你一人之国 来日代姑亲自提兵出关 与刘备决战 你先去后仗治疗金疮 豪生调养 借主公 去吧 去吧 主公 戎马半生 深得兵法之妙 今在汗水域孔明 却屡屡受挫 先生以为是何道理 先生莫非信不过我徐晃 公明将军 说无礼 请坐 若论用兵之法 主公本不在孔明之下 然而主公多疑 此乃用兵大计 虽是孔明移兵之计连连得手 主公之败非战之罪 乃性情施然也 哦 先生之言令皇毛色动开啊 呃 先生为何不及早觐见 以修正主公所施呢 嗯 主公 嗯 请救他 歇息 欸 你 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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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他是何人 李虎呢 启禀主公 李虎今日得了急症 他深受许将军喜爱 故派来护卫主公 小人名叫张狗 有幸伺候主公 古梦中好杀人 古睡熟之后 二等切勿靠近 是 小人谨记 主公说的是笑话还是真话 常听主公如此吩咐 究竟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别说是你了 连我都没听说过 你们两个 嘀嘀咕咕说什么 说主公的被子 被子怎么了 这 你们是死人 主公万金之躯 若受风寒 你们吃醉得起吗 哎呀 简直是全无心肝 你要干什么 我 主公 我被 你 你 你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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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给您盖被子来的 主公 主公 饶命 主公 主公 何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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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人杀我侍从 莫非是 古梦中所杀 此人 服侍孤近三年 一向勤勉小心 谁料 今日 今日 竟物死孤梦中之见 真是可惜 可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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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雄 杨雄 在 你代顾拟令 只给家眷三年良博 依以校尉之礼厚葬 是 嗯 我这就去办 大人 这仗 一时打不完 可要派人回许都 给你取寒衣 再等几天吧 还要在此待多久 好 其实主公 早有退兵之意 只是 此次出兵 劳而无功 就此退兵 恐为蜀君耻孝 尚在迟疑而已 主公 请应善 哦 主公 请问今夜营中口令 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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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人 主公传玉 今夜营中口令 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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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姨不用再去了 主公不日就要退兵了 你可即刻收拾行装 免得主公退兵令下 收拾不及 是 杨主妇 夏侯将军 我有一事不明 特来 先生 这是何意 早些收拾 是 免得主公退兵 措手不及 主公要退兵 先生 如何知晓 我由今夜口令得知 我正为此事要请教先生 主公今夜以鸡肋为令 这是何意 鸡肋者 食之无肉 弃之有味 今 尽不能胜 退恐人笑 在此无意 不如早退 来日主公 必搬师回朝 滚儿先收拾行装 免得临行慌乱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先生真知主公肺腑也 哈哈哈哈 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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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收拾 快收拾 这才来汉中一败再败 整天心惊肉跳啊 可不 听说啊 阳主部早就看出来了 这账不能再打 现在啊 果然应了杨大人的话 是啊 卫卫王 卫卫王 谁令你们收拾行装的 这 夏侯将军 唤他即刻来仗见我 是 哼 你怎敢私传军令 蛊惑军心 我纵有此胆 也无此一件事 是主部杨修 他 他猜出主公有退兵之意 又是他 是 唤杨修即刻来见 是 主公 是你 旺财孤义退兵 让人收拾行装的吗 是 说说 故事何一啊 鸡肋 食之无肉 气之有味 主公以此来比汉中 故无心久留 一语退兵 一语退兵 你怎敢 怎敢编造谎言乱我军心 来人 再拜 是 杨修自知 终难免有此下场 只敢来得稍迟而已 主公 汉中 不亦久留 还是早日班师为好 休去后 望主公保重身体 好自为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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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后蹲 你身为上将 为何听信谣言自乱军心 当斩 主公 主公啊 主公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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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暂免死罪 再有旺财孤义 轻言退军者 与杨修同罪 明日与刘备决战 刘备 你这妄恩负义反叛朝廷之逆贼 还不快快下马受响 我乃大汉宗亲 奉赵讨贼 你上侍皇后自立为王 妄用天子鸾语 乃真反贼也 徐将军 在 将反贼刘备拿下 是 是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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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撤 快追 谁抓住刘备心就是西传之主 快丢下马匹 撤 是 冰金收兵 主公 我等正代升寝刘备 为何冰金收兵 蜀军丢弃马匹军器 可疑 速传我练 我速退兵 旺区马匹军器衣物者斩 主公有令 旺区蜀军马匹军器衣物者斩 滚 滚 注意 草草杀杨修之后 强令进兵与刘备决战 果不出杨修所料 遭致更惨重的失败 自己被黄中射掉两颗门牙 险些丧命 杨修死后得到了后葬的补偿 而汉中的激烈争夺 则以刘备获得全胜而告终 杨修死后得到了后葬的补偿 杨修死后得到了后葬的补偿